哈连县今年总共新核定21个部落文件站 县府及各站在做好万全防疫措施后 从15号开始陆续接牌成立 瑞穗乡吉拉河干部落也在16号上午举行接牌仪式 面对后续的防疫工作 县府原民处表示 未来将提供包含消毒用酒精 额温枪等防疫物资给各文件站 让部落长者都能安心到站 吉拉河干部落的老人长辈 跟着音乐节奏手舞主导心灰亏 开心迎接文件站的接牌成立 除了关怀照护 计划部责人林玉芬表示 未来也将融入原住民传统生活文化智慧 语言与传统记忆等课程 落实部落族人在地老化 会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 来执行我们这个文件站的各项 工作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长辈 也来支持 那也看到很多的长辈 每一天早上都在家里 等着要去文件站 表示我们的文件站 经营得相当好 如是乡吉拉河干 齐美与加拉那三个部落文件站 其中吉拉河干部落 不论是在防疫措施 与人员的防疫经验 做足万全准备后 除了好上午热闹举行了接牌仪式 除了部落族人 现场更是灌溉云集 面对后续的防疫工作 县政府原委处长陈建春表示 未来将会提供各项防疫物资 给各站使用 让部落老人长辈都能安心到站 来祝福我们的文件站 终于在2020年 我们争取到我们成立了 徐真卫县长 他当县长已经一年又三个月 他一直告诉我 他一直说每一个部落 我们的目标都要成立文件站 华林县今年总共新核定了21个部落文件站 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不仅县府原民处 地方机关单位 部落文件站也都战战兢兢 虽然各项防疫物资仍有些不足 但是各站都做好了万全的防疫措施 提供最安心最放心最安全的部落照顾 接着是玉兰瑞赛采访报道